桃园检警今天宣布侦破一起 诈骗集团吸收旅游业老手成立 送机小组 先以高薪真采广告招募国人出境 再由具有旅游工作经验的诚信女子负责接洽 代办护照等相关资料 并安排司机接送 专人机场引导通关的一条龙式服务 让被害人毫无警觉登机出境 并逮捕成女等四人到案 其中成女社犯意图盈利诈骗 使人出国罪嫌重大且有串 灭阵之余 已由检方向桃园地院伸压禁建 令三人则限制住居 检警也呼吁社会新鲜人投入职场应征工作时 务必小心谨慎以免落入诈骗陷阱 请大家谨记 切勿亲信海外工作机会 诈骗集团常利用高薪工作 海外代购 亲友团包吃包住包机票 为幌子引诱民众前往 一旦不幸搭上人口贩运的班机 就是一场地狱之旅 请大家提高警觉 预游可以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漆 专线查询 苹果新闻网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